第九百二十四集 谁也不知道天一母教积蓄了多大的力量 但是毫无疑问 肯定非同小可 从梦幻之主 奸家之主 秋霞之主 万艳之主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四大女子 每一尊都是天君中的决定高手 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天君 此阵女子联合起来 只怕可以灭绝许多世界 比如什么火界 毒界之流 反掌就可以收取化为奴隶 就算是法界 鬼界 武界 这样的强横存在 对于这些女子 恐怕也要十分忌惮 方寒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田庭之所以招揽到了法界之主 鬼界之主这些人 恐怕也是因为天一母教的原因 田庭的诸多人深深知道 天一母教的野心 也十分害怕 天一母教的一些女子出世之后 统治诸天 把他们都变成奴隶 于是暗中联合了起来 同时 天庭也存着把天一母教的矛盾 转化到机缘门的身上 使得这个母教和机缘门 拼个你死我活 再占便宜 果然是合纵连横 刹那之间 防寒心中 动若观火 这其中 最为关键的一个人物 就是化天都 当然 还有淹水天 都是一枚棋子 或者化天都不是棋子 是一个变术 一个左右逢源 其中或者天大器语 甚至想斩杀自己的变术 我知道了天一母教在什么地方 难道还会让你们的计谋得逞 无论是天一母教 还是天庭 还是诸天万界中人 还是什么战争之主 还有另外的一些不知名的老古董 挡住我的去路 就只有死路一条 防寒的身躯再度一个闪烁 紧紧跟随在了这些女天军的身后 在天界的永恒时空乱流中 穿梭着 那尖家之主等人 不停地跳跃 弯弯曲曲 似乎在走近的一个巨大的时空迷宫 方寒跟随在他们身后 融入虚空 他的意念扩张开来 就看到了 大片大片的时空中 一道道的力量 纵横交错 迷乱无比 把时空完全搅乱 切割得支离破碎 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未面断层 这分明是一个巨大的阵法 甚至有一些弥天之道 操纵一切时空 搅乱天机运转之奥妙 陷入了这一天混乱的时空中 任何人都无法出去 只要能够活生生的困在其中 就算是方寒 如果不是跟着这四个女天军 恐怕都要有一些小麻烦 才能够撕裂这片混乱时空 不知道飞行了多久 时间颠三倒四 突然之间 方寒眼前一亮 那四大天军已经飞了出去 出现在一片秀丽的山川围景 如画江山的面前 这是一片浩瀚乌鸦的世界 天空之中 群星闪耀 但是烈日高高的悬挂 圆月和烈日一起 同时悬挂在空中 日月星三光 居然同时出现在了这片江山如画的美景中 把山川大地河流照耀得一片美轮美化 整个世界 壮丽山河 没有一丝一毫的阴影 全部都是明亮而柔和的光芒 浓郁的元气 冲涩了整片天地 方寒一进入这片世界中 稍微一呼吸 那纯正而浓厚的天脉元气 就不停地往他身躯中的灌输着 使他的每一个晶体神国 都有一种舒畅沸腾的感觉 他立刻就推算出来了 这元气之中 不光有天脉 居然还有永生之气 除此之外 居然还有许多诸天神物粉碎之后的元气 聚合在一起 凝聚成了一门 神话之气 使得人的修为可以突飞猛进 这神话之气 传闻之中 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时代 甚至是超越了二十个纪元 一位老祖宗 传递出来的 是混合许多诸天神物 加上天脉 永生之气 用特殊的手法断烧 化为元气 凡人呼吸一口 立刻立地成圣 先人呼吸久了 法力也会节节攀升 是天地之间最适合修炼的无上元气 用来培养门牌弟子 个个都可以到达不可思议的境界 奢侈 奢侈 缠绕在指尖 突然一震 就看到了 这一次次的气流之中 无数的神话传说演绎着 似乎是包含了任何古典之传奇 人呼吸之间 畅游在无数的天道感悟中 自己成为了神话中的人物 对于天一母教的奢侈 方寒再次震撼了一下 由此可以看出 那天一母教的教主天母 非同凡响 绝对不是一个等闲之辈 比起天庭的永恒 杀戮 混沌 灾难 雷地 要恐怖得多 甚至他麾下的弟子 都超越了天庭 如果天庭没有三十三天之宝 很可能 也要被天一母教 沦为奴隶 这一篇广阔而浩瀚的未免中 处处都充塞着神话气流 如果方寒现在一息的话 可以直接吸得干干净净 对于身躯 有巨大的弊异 要知道 神话气流 是粉碎了诸天神物燃烧的气息 诸天神物 作为香料散发的气息 对于宁愿三十三天至宝 有多大的好处 是个人 都心中清楚 方寒现在吞吐元气的量 已经不可思议 只要一张口 千百味面 都会浓缩 进入他的口中 变化为他的腹中之石 他现在 就算是直接开始祭祀 吞噬整个天一母教 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 动静闹得太大 是必要引起反弹 天一母教教主天母精觉 加上许多弟子联手 自己投手忌器 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不如 深深地潜伏起来 观察其中的情况再说 方寒隐藏在虚空之中 把永生之门中流传出来的虚空二字 催动到极致 几乎没有人能够察觉到 他进入了这卫面深处 他神言扫射 就看见了 这片天一母教的卫面深处 无数强横的气流 冲天而起 吞吐 入长惊溪水 这是代表着强横的天君人物 好家伙 居然有这么多的天君 方寒分辨普通仙人和天君的气息 简直是吃饭喝水一般的简单 在他的眼睛中 普通仙人的气息 哪怕是天地同寿的强者 都是弱小的可怜 灰暗无比 只有天君 超越了天地境界的人物 气息就宛如黑夜之中的明灯 闪闪发光 永不磨灭 他一眼扫射过去 天一母教中 一些天君的气息 纷纷出现在他的感知之中 堵巍峨如山 锋芒逼人 其中有几尊强横的 居然直接拥有九个纪元秀为的巅峰 甚至有一位 几乎可以和终结圣王比肩 但是 这些气息 都不是天母的 天母的气息 如果是一般天君的话 根本无法感受到 只有方寒 能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 在这未面的最中央 永恒的未知时空之中 一股若有若无的气息 似乎是在了却身前身后事 进入一种王者之秘境 斩杀自我 前生 今生 来生 之无上奥秘 这是在冲击先王境界的人 才会出现的情况 了断三生 诸天之中 再无痕迹 成就无上先王 超越天君 你永生之道 更进一步 近乎于不灭 这股气息 才是天母的 天母正在修炼一门无上神法 或者就是在融合三十三个骨子 方寒就只有在周围感受着气息 不敢深入观察 他怕被天母发现 以天母这种修为 恐怖无边 稍微有一点动静 他都可以洞察秋毫 周天之事 周天之谜 只要他用心推算 就没有推算不出来的 收回了自己的神念 方寒再度望着这片广阔的卫面 就发现在卫面之中 有许多的国度建立着 其中无数的修仙者 不过这些修仙者都是女性 当然也有男性 不过男性修仙者都是奴隶 一个一个的国度 女性组成的国家 男性都是奴隶 这是一个个的女儿国 方寒的身下 就是一片足足有一个大洲之大的辽阔土地 平原山川河流 千万的城市建立于其中 组成了一个大的帝国 在帝国之中 修仙者如蚂蚁一般 密密麻麻 一些女性修仙者 趾高气扬 在一些城市中 飞来飞去 而那些男性的仙人 身上佩戴着枷锁 符印 不但无法汲取到空中的神话气流 反而要时时刻刻地 贡献出自己修炼的精元来 输送进入福禄中 方寒无声无息 降落到身下 这个帝国的皇城街道上 就看到了 一对女仙人 押送的一对男性奴隶 向前走 直接进入皇宫 这些男性奴隶 都是一个个的圣人 大约有百十来人 个个都是心被抓不进来的 而且 面目十分愤怒 不过 他们的身躯上 都捆绑了枷锁 在他们的头顶上 还贴了一张符路 那符路 不停地闪烁 散发出来了西陵大阵 不停地吸收着 这些男性奴隶的本命精华 这些男性奴隶 每出现一部分的本命精华 就被俘虏吸收 似乎天一母教的女性 就把男性奴隶 当作是幻养兽一般 从他们的身上 获取本源 啪 一个男性奴隶圣人 身躯歪了一下 被一个天一母教的女弟子 看到之后 手中的鞭子 一边抽了下来 被打得劈开肉绽 一道道气静 渗透进入他的体内 使他惨叫连连 痛苦地 在地上翻滚 呻吟 哼 还敢装死 你们这些卑贱的男子 就只配当我们的奴隶和换兵 给我们提供本命精华 除此之外 百无一用 那个女弟子 不停地用鞭子抽打着 好了 师妹 不要把这个奴隶拔死了 他们都是修一 还算强大的奴隶 曾经是天才 才会被特地挑选出来 送给郡主做换兵 每天激功精元 给郡主修炼 这次 我们天一母教 终于出手 攻打了几个世界 比如炫戒 罗戒 水戒 玄瑰戒 把他们的世界追逐 都抓了回来 当作奴隶 男性弟子 也全部当作了奴隶 收获巨大 一个女弟子挥挥手 阻止了鞭子的抽打 这些世界 都是逐天万界中 比较弱小的 我们天一母教 奴隶他们 也不算什么 我们要奴隶那些强大的教派 比如天庭 真理圣地 启元王朝 法界 武界 佛界 龙界 还有 最近我听说 出现什么一个元界 一个新的男子天君建立的 叫做什么 纪元天君 方寒 哼 什么纪元天君 方寒 迟早要为我们天一母教 拿来做奴隶 也把他变成换兵 那个女子 冷冷地道 一个天君 当作自己的奴隶换兵 那是多么爽的事情 别做梦了 抓不到天君男子 也是我们天一母教中 那些大能 奸家之主 梦幻之主 这些人收获 哪里轮得着我们 我们只要多一些 圣人级别的奴隶男子 作为患兵就好了 如果能够抓到 赤仙皇者做奴隶 那就已经是大奇遇了 这几个天一母教的女弟子 一轮着 一路抽打的鞭子 把这些圣人男子奴隶 赶进了皇城之中 一路上 他们还在不停地议论 最近啊 听说高层的荣华之主 要大婚了 和一个男子结合 不知道是为什么 哼 不过是须于尾仪而已 传闻那个男子啊 是造化先王 麾下的一个远古天君 知道很多秘密 等秘密了解得清楚了 直接杀了就是 反正听说 许多机缘之前 那荣华之主 也干过这样的事情 他大婚 不止一次 每一次大婚之后 都斩杀男子 炼化为法宝亲戚 这算什么 不过呀 他的每次大婚 都非同小可 传闻中 那些门派的高层 都纷纷出去 抓捕奴隶 为他的大婚 贡献礼物 尤其是尖家之主 去了宝戒 要把整个宝戒 都凝念成一枚明珠 献给荣华之主呢 这些啊 都是高层的事情 我们管不着 这些女弟子 也都是生人级别的修为 在天仪母校中 属于小角色 不过 方寒随意的观察 倒是得到了不少秘密 和消息 他的身躯 再次一个闪烁 就消失不见 下一刻 他出现在了一座高高的山峰上 这山峰高耸入云 宛如天柱 整个山峰 都是一种罕见的美誉锻造 宫殿穷楼玉宇在其中 美轮美化 不停地 又神圣诗歌降落下来 在山下 许许多多的皇者级别的男性奴隶 被固定着 不停地叩头祈祷 不过 此时此刻 在山峰上 传达出来了愤怒的音波 似乎是居住在山峰中的女神发怒了 在山下 许多祈祷的奴隶 站着晶晶 生怕波及到自己 咔嚓 一尊巨大的皇者奴隶 似乎因为颤抖得太厉害了 被那愤怒的音波察觉到 直接降临下来 把那男性奴隶炸开 化为鸡粉 方寒 纪元天君 你这个狗奴才 狗奴隶 我和你事不良力 山峰宫殿深处 是强大的远古天君 梦幻之主 传递出来的声音 方寒正是感应到了这一点 才降临到这座山峰上来 他的脸上显现出来冷笑 一步步地走入山峰之巅的宫殿中 就看见 在宫殿深处 端坐在王座上的梦幻之主 杀气旋转 梦幻之主端坐在殿堂的王座上 下面许多女弟子都进入寒蝉 除了女弟子之外 居然还有两个高大的男子 匍匐在他的王座之下 一左一右 屁股敲了老高 不敢动他 凡寒隐藏在虚空中 观看着两个男子 居然都是天君 显然是这个机缘中诞生的天君 和湛王天君木野荒 皇府彼岸相差不多 但是此时此刻 居然成为了梦幻之主的奴隶 尊严全部丧尸 彻底跪在地面 匍匐着 这是何等的景象 让两尊高高在上 天地灭而我不灭的天君 当作奴隶 就算是先王 也只不过是把天君 当作自己的臣子 没有到达这种丧心病狂的地步 把天君 当作奴隶 尊贵的梦幻之主 您是高高在上的女王 没有必要为一个奴隶般的男子生气 您忠实的仆人 大胆天君 会为您做任何事情 把惹怒您的存在撕裂成碎片 盼着梦幻之主高高在王座上不停地咆哮 其中一个男子 天君 哆哆嗦嗦地 发出了这样的语言 该死 你这个奴隶 突然 梦幻之主的手上 多出了一杆长鞭 那鞭子狠狠地抽打在他说话的达旦天君身躯上 这个屁股翘得老高的奴隶天君 一声惨叫 凌亡求饶 主人 主人 饶了我吧 一代天君 尊严尽丧 这种折磨 不是一般的人 能够忍受得了的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 《长天学院》小说 《永生》 第九百二十四集 是由陈颂无声 为您做奖的 继续 继续